我们这个人性的一个的污染跟败坏 我们先看创世纪第八章 创世纪第八章 二十一节 最后的一句话 我们和尔本圣经是把它用括号的 好 一同来 人从小时心里怀着恶恋 这个罪恶的思想 就是罪的一种的遗传的污染 在每个人的里面 从小的时候就有 意思是说不是好像因着环境来学的 你天生因着这个罪性的遗传在你里面 从你一懂事之后 你就是要抓 就是我 就是要 这会自然的会杀仿的 自然的会骗人的 要得好处的 所以这种东西不需要 坏事不需要父母叫的 好事都叫不来的 你要把他拉来就不要做好人 很辛苦 要教育 要鞭打 要树林征战 他才改一点点 但是坏事他自动就学会的 自动就有的 所以解释 因着原罪 从亚当 遗传到每一个人类 那刚才 Wiki就问到 究竟这个遗传是怎么传 有很多不同的说法 有些说 透过学艺 有人说是透过这个基因 好像在每一个基因里面都 Building了这种character 有人是用灵魂说 透过灵魂怎么传 所以很多不同的理论 我们不知道那个的mechanism 那个的过程是怎么传 但是我们知道那个结果是真实的 真的每一个人 从小的时候 从出生 就有这种的罪性 就有这种的恶念 那这种的罪性跟败坏 污染 其实是comprehensive 我们买保险说买传保 整个传人 每一部分 保证都被污染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圣经 第一部分我们被污染的 是我们的心地 这个是最重要的心地 我们放到以夫所书第四章十八节 以夫所书第四章十八节 找到我们一种来 他们心地昏昏 与神所示的生命隔绝了 都因自己无知心理刚硬 这里提到心地 这个心地是怎么样 昏昏 是完全的tarken 黑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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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究竟这个心地 是指到什么 在原来的圣经是用 Dianoia这个字 这个字是从 news 这个字演变出来的 这个字是指到什么 你的 属灵的 悟性 或者你的understanding 你的悟性 你的明白 受到污染 受到破坏 所以耶稣说 若不重生 不能见神的国 你对属灵的 国度的事情 你不会看见 不会明白 你没有办法 可以真的是 明白属灵的事情 若不是圣灵感动 没有人那个 称耶稣基督为主 因为我们整个的 属灵的悟性 受到污染 受到伤害 所以我们再翻到 过年的前书 第二章十四节 林前第二章 第二章十四节 好 一同来 然而属学器的人 不领会神 圣灵的事 反倒以为欲作 并且不能知道 因为这些事 唯有属灵的人 才能看透 我们每一个 没有得救的人 都是什么 属学器的人 按照我们的本性 按照我们的本相 我们能不能明白 领会神 属灵的事情 没有办法明白 所以你没有信主之前 你发现别人跟你讲耶稣 你就笑他 不要要讲野兽了 没有办法体会耶稣 没有办法明白 觉得都是在这边 乱说一通 没有办法领会 没有办法明白 所以我们再看 罗马书第三章十一节 罗马书 三章十一节 好 我们一同来 没有明白的 没有寻求神的 按照我们的本相 我们对神的事情 对神的救恩 能不能明白 没有明白 听不懂 也没有办法接受 所以光照在黑暗里面 黑暗不会接受光 没有办法认识神 然后我们再翻到 路加福音二十四章 路加福音二十四章 我们来看四十五节 讲到这个 在以马义士路上的 两个人的门徒 他们那个光景 四十五节 我们一同来 于是耶稣开他们的心窍 使他们能明白圣经 这个心窍这个字 news 就是指到这个心地 这个属灵的物性 假如没有被神来开启 我们这个属灵的物性 这个心窍 我们没有办法明白神的启示 没有办法明白神的救恩 那我们再翻到 接下来 第七 假如坏了 成了什么结果 看到吗 在真道上可废弃的 他们常常学习真道 都是什么 不明白 所以发现有些人 他们假如没有被圣灵 来光照重生 恢复他心窍的功能 他来目到斑 目到斑 常常来聚会 终究不能明白 你发现他生命没改变 听不懂 所以我们需要被圣灵 来恢复被污染的心窍的功能 属灵的物性 而且不单单恢复过来 而且要越来越发展 越来越成熟 所以你发现 一些真的是爱主的人 他们读经都很有亮光 他们祷告就很能够领受神的同在 感受到圣灵的恩高 他们的心窍 洗灵的通达 我们需要圣灵不断地开我们的心窍 不断地让我们的心窍 属灵的物性能够越来越增添 不但是我们属地的 头脑的物性 也是需要操练 从一年级 二年级 三年级 到大学 博士 这个知识的心窍 也是需要去练习的 让它越来越丰富 越来越能够有领悟力 但是属灵的物性 更宝贵 有些人他们属地的知识的物性很强 但是属灵的物性是灵 因为他没有得救 所以你跟他讲耶稣 他听不懂 你在那边唱耶稣耶稣 他听不懂 没有属灵的物性 但是我们不但有属地的物性 我们更需要什么 这个属灵的物性 透过神的话语的教官 透过我们灵命的成长 透过圣灵的教官 让我们这个属灵的物性 越来越丰满 甚至能够 真的参透万事 能够 在灵里面 随时都会体会到神的心意 明白到神的带领 所以我们需要得着这个属灵的物性 有时候放着心地 有时候放着心窍 所以你都不要被我们的和本 这些名词搞糊涂 因为心地我们听不懂 心窍也不是完全懂 但是它原来的意思就是 understanding 一个物性 特别是指到 这个属灵的物性 那含有一个字呢 其实是我们中文圣经 翻得比较好的 反而NIV圣经 跟King James Version 都翻得不对 我们翻得过了西书 第一章二十一节 我们这个讲义 把它放在思想的地方 是放错了 过了西书第一章 我们看这个 哥罗西书第一章二十一节 你看看 我们一同来 你们从前与神隔绝 因着恶行心理与他为敌 这个我们和本翻得很好 心理与他为敌 因为原文的确就是 这个Dianiah这个字 在我们的 这个 这个物性里面 这个心地里面 与生为敌 那英文圣经呢 是放着 enimies in your mind 把它放着mind 也没有完全错 但它放着mind 但其实 它原文是 Dianiah这个字 在这个 物性里面 但这个物性 跟思想也很难分的了 所以 英文圣经把它放着mind 但是我们中文圣经 把它放着心 其实是心地的意思 在那个败坏的心地里面 与神为敌 没有与神为友 与神和好的这种的认识跟体会 第二个被污染破坏的 就是圣经所提到的 人心 我们的心 我们的heart被破坏了 我们先读几书的圣经 才能定义 究竟什么叫人心 耶利米苏17章 我们都会背了 第九节 人心什么 比万物的诡诈 坏到极处 所以你要认识人 人心比万物的诡诈 千万不要随便信他 那么我们再看这个 罗马书第一章 罗马书第一章 我们看这里有四处的经文 第一章21节 一种来 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 却不当做神荣耀他 也不感谢他 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 无知的心就分岸了 这里提到这个心 卡迪尔心 这里描写这个心是什么 无知的 而且是分岸的 然后再读下面 又描写这个心 24节 24节 我们来 所以神任凭他们 乘着心里的情欲 行无畏的事 以致彼此玷污自己的身体 这里又提到这个心 这个心什么 充满各样什么 败坏的情欲 乘着心里的情欲 行无畏的事 心的问题 然后再读下去 28节 又继续的描写这个心 一同28节 他们既然故意不认识神 神就任凭他们 从邪屁的心 行来些不合理的事 这里描写这个心更可怕 是什么 邪屁的 好邪的这个心 然后再读下去 29节 装满了各样不义 邪恶 贪婪 恶毒 满心是嫉妒 凶杀 增进 诡诈 毒恨 这个心 是满心什么 嫉妒 凶杀 增进 诡诈 所以发现 我们这个心 可不可怕 非常可怕 无知的心 败坏情欲的心 邪屁的心 满有嫉妒 凶杀的心 怪不得 耶利米苏说 人心什么 比万物的诡诈 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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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极处 你不要说 财狼坏 这些动物坏 人是最可怕的 最坏的 一种存在物 坏到极处 那究竟这个心 heart 知道什么 刚才描写这个心 很多的不好的东西 但是究竟 心本身的定义是什么 甚至 耶稣最大的诫命 神给我们最大的诫命 尽心 尽性 尽意 尽力的爱神 究竟这个心是什么 心代表什么 最简单的定义 或许我们先看 这个 诗篇五十一篇 第十节 一个得救的人 他的心不一样 我们翻到诗篇 五十一篇 第十节 这些补充回这个讲义上面 都没有打的 原来 五十一篇 第十节 看大卫的祷告 我们一同来 神啊 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 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 这里描写一个清洁的心 所以这个心代表什么 心是代表 一个熟灵的生命的性情 一个godly character 生命性情 整个的生命的一个特质 一个的情向 一个的爱物 所以这个心是最本质的 是你的最本质的生命性情 而且不是指到赎弟的生命性情 是指到赎神生命的性情 那个character就是你的心 所以一生的果效 从心发出 你要保守你的心 其实这个心就是说 保守你的生命性情 有一个敬虔的生命性情 所以不是单单 好像只是一个心里的感觉 或者就是心 所以你整个的最基本的生命性情 求生给我们一个清洁的心 一个清洁的生命性情 一个熟灵的品格 所以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在原罪里面败坏了 所以在亚当里面 所有的人都是一个败坏的生命性情 人心 其实就是指到他的性情 万物都诡诈 万物都坏 是一个evil character 是一个邪恶的 邪屁的性 一个罪恶的性情 他的整个的tendency 就是一个犯罪的 所以他的character 他的性情 决定了他的生活 他的思想 所以我们在儿童主义学里面 常常讲说 猪的生命就是猪的生活 即使你把猪洗得这么干净 穿着漂亮的衣服 他看到脏水 还是会跳下去 他都喜欢玩脏水 因为他的生命性情 他的character 是这样 你改不了 小兔子脏了 他会用舌头自己填干净 因为小兔子的生命 就是喜欢干净的 所以若人在基督里 他都是新造的人 这个新造的人 其实更重要是指到 一个新的生命性情 就是耶稣所说 得生命得得更丰盛 这个生命性情 就是得这个新的心 新的灵 新的性情 原来 在堕落里面 这个生命性情 是如同罗马书 第一章所描写的 充满各样的邪癖败坏的 但是 当我们得救之后 我们会 有一个 属神的 生命性情 第三 我们的思想 我们的意念 也会被败坏 我们先看 创世纪第六章 第五节 我们刚才也读过了 创世纪第六章 讲到这个什么 中日 人中日所思想的都是什么 都是思想出了问题 当然这个思想是他的生命心情的一个表现 你什么的品性 就有什么的思想 什么的思想 就有什么 什么的行为 其实是三合一的 你的本性 产生思想 产生行为 所以我们的思想也被败坏了 进度是恶的思想 各样的败坏的思想 什么 思想 就是mind 他是用mind这个词 就是意念跟思想的问题 mind so 这个词用法 有时候代表一个情感意志 也包括思想 但有时候也是指导他整个的生命 所以当耶稣说 尽心尽性 love God with all your heart your soul 用这个词 所以 师父真就解释这个so 是指导用你整个的生命摆上 当作活迹来爱神 要看上下文的 有时候 so是比较多方面的 有时候so是指导你整个人 活魂 就是要看你在不同的情况 对这个so不同的解释的 但这里呢 基本上是指导那个mind 思想 mind 然后下面一个 天良 我们先看这个 提多书第一章 十五节 提多书 titus第一章十五节 好 一同来 在节定的人 凡事都节径 在味不信的人 什么都不节径 连心地和天良都污位了 现在我们就懂什么叫心地了 看到吗 心地是什么 污性 你熟灵的污性 天良是什么 原文是suneidesis 就是等于英文 conscience这个字 conscience 那你发现在原文导书 就是共同的意思 表示每一个人都共同 有一个的良心 那这个良心 我们圣经法的天良 那么也就是 罗马书里面所讲的 是非之心 那我们再翻到这个 提摩太前书 第一章十九节 提摩太前书 第一章十九节 好 长存信心和什么 无愧的良心 有人丢弃良心 就在真道上 如同传 破坏了一半 所以不但是我们的心地 影响到我们 领受神的话语的能力 我们的良心 假如破坏了 在真道上 如同破坏了的传 就是没有办法 真的在行出神的真道 这个船破坏了 不能走的 所以你发现有些人 为什么懂得很多的道理 很多的真理 他行不出来 他的良心 受到亏损 你要保守你的良心 那什么叫良心 就很有意思了 然后我们再翻到罗马书 有一个比较正面的定义 我们看这个罗马书的第二章 好 我们看第二章的十四节 好 一同来 没有律法的外邦人 若顺着本性行律法上的事 他们虽然没有律法 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 好 我们再读下面十五节 解释 选出律法的功用 刻在他们心里 他们是非之心 同坐见证 并且他试炼 互相较量 或以为是 或以为非 所以这里其实是讲到 一个良心的功能 一个是非之心 那么更简单的定义 什么是良心 就是 里面有个内在的法观 有个内在的法典 那么这个是从神 原来在亚当里面是非常丰满的 神创造亚当的时候 把整个的道德律 放在他的生命里面的 但是因着犯罪的破坏 整个的道德律 整个的良心 破坏这个地步 只剩下一定点 一定点的traces 本来是百分之百丰满的 现在可能只有百分之零点零一 但是我们感谢神 神还是把一个遗传的良心 定点的良心 放在我们的里面 好像里面含有个内在法观的声音 会来评判我们的 所以当你做的好的事 美的事 这个内在的法观在里面的时候 给你尝试 好棒 很好 所以你觉得 所谓做人的快乐资本 为什么里面有个快乐 是因为你内在的良心 会对你说话 很好 很棒 你里面得到安慰 得到肯定 但假如你做了败坏的事情 你发现里面的良心 会有个声音的 好像内在的法观 In a judge 会在里面condemn 定你的嘴 你真的是坏 你真的是糟糕 就算你不听这个良心的声音 你里面就是不安的 不安的 所以这个良心是很真实的 但是这个良心的功能 在人的罪性跟败坏里面 是不可靠的 因为我们觉得罪人太厉害了 不但懂得上有政策 下有对策 我们也知道怎么对付我们的良心 我们的良心可以被说服的 convince 明明觉得 哎呀 做这个坏事 偷东西不对 但是呢 你就想出一道道理 来说服你的良心 哎呀 我是做这个Robert Hood 我是做罗宾汉 我是偷他是救济穷人 我是住在最贫穷的黑人区长大 我这个黑人被人歧视 被人这样 就是不公平的待遇 被人discriminate 所以呢 我觉得 我去偷这些有钱人呢 是对的 觉得白人多坏 这个社会都是帮助有钱人的 这个政治就是一个不公平的政治 所以我去偷 我不是偷穷人 我偷这些有钱人 我专门抢抢那些开Nexus 开Mercedes-Benz这些车子 我不会偷你那个破烂的小Crisse 所以他会说服他的良心 觉得他偷自有理 道义有道 道义有道 所以可以 是说服你的良心的 所以良心不可靠 更糟糕的是 你的良心也会被什么 被扭去的 什么叫扭去呢 假如你受到很多的伤害 里面好多的苦毒 你就觉得你杀人有理 就像那个人 把这个堕胎医生杀了 他很觉得他有理 他里面好多的苦毒 很多的仇恨 所以为什么那么多凶杀案 他被辞职了 他里面好多的苦毒 明明知道杀人不对 但还是拿把枪 把他的老板 把他的同事杀了 他的良心可以被扭去的 所以就觉得 这个没良心 其实他有良心 但他良心被扭去了 很多的仇恨 很多的伤害 所以为什么我们看到 这个电视 哎呀 那么可怕 两个女生绑 两个炸弹在身上 在这个莫斯科 炸死那么多人 因为他的先生被杀了 所以他就仇恨 他要报仇 所以明明知道 这个事情不对的 杀害这些无辜的人 他还是要做 因为他里面充满仇恨 他的良心被扭去了 所以良心不可靠 良心可以被说服 良心可以被扭去 良心而且还可以被麻木的 你第一次杀访 心还会跳得比较快 讲一些不真实的事情 但是你一直杀访 一直杀访 一直骗人 我们广东话 阿姨会吃伤菜一样 就是好像很平常的 所以你一直杀访 到一个地步 你讲的心也不跳 血压也不会有任何变动 车方机也撤不出来 所以这些间谍 他们都受过这种 杀访的训练 所以你车方机都撤不出 他在杀访 他整个的心跳 什么东西都若无其事 讲的平静安稳 好像真的一样 所以你都会被骗 机器也会被骗 因为良心会被麻木的 你知道一直犯罪 一直犯罪 一直骗人 你良心没有功能 更可怜的 良心可以被什么 贿赂 blind your conscience 贿赂 我现在做了坏事 没关系 良心法官 我赚了这些钱 我要捐一千万给妙女 捐一千万给孤儿月 你用做善事来什么 贿赂你的良心 所以为什么很多有钱的坏人 很能够捐钱 因为他不捐出去 他的良心不安 所以很多的庙宇啊 什么这些 会拿到很多钱 但基督教通常不敢随便 接受别人的捐钱 要看他有没有真的是受洗 是不是个基础土 不明来历的钱 我们教会不敢受的 所以也是 为什么有时候教会比较少钱 那些庙宇反而很多钱 那些是犯罪的大有钱人 他们捐不到教堂去 捐到庙去 贿赂他的良心 所以良心可不可靠 一点都不可靠 连犹太人有外在的律法 他们都守不住 罗马书第一章讲到 人有是非之心 有这个良心 这个良心的律法 能不能守得住 更守不住 所以到了第三章 保罗才做了个结论 说什么 世人都犯了罪 不管是犹太人 或是外邦人 没有律法的人 其实都犯了罪 亏据了神的荣耀 所以我们的天良良心 完全不可靠 但是当圣灵重生了我们 会把这个破坏的 corrupted polluted conscience 会把它越来越恢复 让我们有个清洁的良心 假如我们不保守我们的良心 常常违反我们的这个良心 你在真道上 如同废弃的船 你没有力量去行得住 行出神的道 所以我们要保守我们的良心 求神给我们一个清洁的良心 这个良心的功能 特别在17世纪的清教徒的神学里面 他们很注重听那个良心的声音 也就是说圣灵界的良心 跟我们说话的 所以这个神的声音 不是好像很抽象的 是个打雷的声音 或者是一个异象 或者是一个耳朵的声音 很多时候圣灵是透过我们的良心的功能 来向我们说话的 良心会说话的 它就有意思 好 下面 我们的意志 也会被败坏 罗马书第七章 我们刚才也提到了 我们放到罗马书第七章 18节 好 一同来 我也知道在我里头 就是我肉体之中 没有良善 因为利智为善 有的我 只是寻出来 有不得我 这个利智 就是你的意志 你的willpower 也被败坏了 第三章十一节 罗马书第三章十一节 没有明白的 没有寻求神的 没有这个寻求神的意志 没有 那这个神是指到真神 但是人都寻求了假神 偶像 要身体 也被败坏 我们看第七章 罗马书第七章 二十四节 我真是苦苦啊 谁能救我脱离解 什么取死的身体 然后再看这个第八章 罗马书第八章 二十一节 到 二十三节 好 一同来读 二十一节 但受造之物 仍然指望脱离 败坏了辖制 得享神 而你 自有的荣耀 我们知道 一切受造之物 一同 洗劳苦 直到如今 不但如此 就是我们这有圣灵 出解国子的 也是自己心里叹息 等候得儿子的名分 乃是我们的身体得赎 我们的身体 在原罪的败坏之下 生老病死 各样的软弱 所以我们都在等候 这个身体得赎 这个身体得赎 具体就是什么内容 这个身体什么 会变成个荣耀的身体 可以被提 在神的新天新地里面 但现在我们这个身体 是不行的 那么 我前天才知道 我们所敬爱的 玉利公院长 玉老 前天被主接去了 感谢主他 也九十一岁了 但是他的身体就真的是 我听张伯利牧师 打电话说 他在纽约领了 十一堂聚会 已经身体开始不行了 咳嗽啊等等 觉得身体实际有问题 但是他又答应了 在香港 有一批传道人 几十位 从中国去到香港 挡着他培训 他老人家 真的是愿意摆上 带着一个病弱的身体 飞到香港去 领了几天会之后 已经觉得真的是不行了 最后一滴 个体力都用完了 然后马上就飞回 玉利路路 这个 玉利路路 夏威夷区 他的家叫玉利路路 马上进院 急诊 一进医院医生所 已经不行了 整个的肺 很多的功能都完全坏掉了 他老人家 还能够致死到最后一口气 失望完了 他真的是为主 忠心致死 致死忠心 然后在医院 两天就过去了 所以我们这个身体 真的是被罪徘徊 感谢神 他已经91岁了 不像赵天恩牧师才几岁 赵天恩牧师 郭师那时候好像才 六十几 很年轻过去的 他是这个 cancer过去的 所以我们这个身体 真的是败坏的 是最带来的一种伤害 所以求神也特别保守我们的身体 不但是我们的心地被更新 我们的生命性情被更新 我们的思想被更新 我们的良心被更新 我们的意志被更新 求神保守我们这个身体 身体 灵魂都能够兴盛 哈利路亚 否则你身体不行的话 你就没有办法做主的功 所以也谢谢弟兄姊妹同学 为我这个膝盖祷告 我前几个礼拜真的是通通 不太能走路 你们可能都不知道 但是感谢神 现在就慢慢慢慢 我觉得应该好了九成了 但师母每次问我 我就说没问题 完全好了 但是其实 哎呀你们不要漏气 所以你看我坐着 就是表示 这个圣体还是不行 最后我们来看 这个灵圣命 第四章十八节 神给我们一个新的灵圣命 底部首书第四章 四章十八节 他们心地昏昧 与神所施的什么 生命隔绝了 没有得着神赎典的生命 带神允许我们 能够得生命 得得更丰盛 让我们的这个生命 灵魂苏醒过来 若然在基督里 他就是新造的人 我们成为一个新造的人 也就是约翰福音第三章 第五节 所应许的 借着水跟圣灵 重生我们 让我们里面 得着一个神 赎典的生命 我们有赎典的五官 有赎典的悟性 各方面赎典的恩典 我们需要得着这个 灵圣灵 那么 没有得救的人 基本上有没有灵圣灵 没有这个灵圣灵的功能 所以 大卫说 他是我的灵魂苏醒 没有得救之前 那个灵圣灵 好像是一个死人一样 所以以赎典说说 第二章第一节 说我们死在过患罪恶里面 是我们的整个灵圣灵 是死的 所以 与神的圣灵 是我们要隔绝的 没有分的 所以没有办法 活出真正神的圣灵 跟美德 也没有用圣灵的能力 去认识神 明白神 领受神的启示 我们需要得着这个 神的新圣灵 灵圣灵 那么 在得救之前 没有人有这个灵圣灵 直到得救了 这个灵圣灵 这个灵魂在苏醒过来 我们需要这个灵圣灵的 符合过来 苏醒过来 就是约翰福音所说的 重生 重生 我们以后会 花更多的时间 讲到这个重生的问题 重新一次 得到神属灵的生命 那这个属灵的生命 原来在亚当里面是有的 但是 你吃的日子 必定死 不是这个肉体生命 马上死 但也会迟早会死 但是 因此你马上 在伊甸园里面 亚当跟夏娃 属灵的生命 就死了 与神的生命隔绝 好 解释 原罪带来我们三方面的 可怕的结果 我们再来看一下 第一是什么 被定罪 被定罪 第二有什么 罪就感 有罪就 有guilt 第三 带来pollution corruption 或者污染 罪性 corruption 带给我们一个败坏的 这个罪性 败坏的生命性 那这是原罪带来的 那因此原罪带来我们的 罪性 就产生 这个的本罪 所以堕落带来两个结果 一个是原罪 原罪里面有三方面 除了带来我们原罪 也会带来什么 我们的本罪 但这个本罪是 透过我们的罪性 做出来的 所以 罗马书第三章23节 就算一口 四人都犯了罪 我们的本罪 亏缺神的荣耀 所以从堕落这个角度 人类的堕落 带来两个可怕的东西 一个是原罪 本罪 当然本罪是因着原罪 这个罪性 而产生出来的 好 关于堕落 亚当的堕落 有没有什么问题 原罪或者本罪 那么特别 关于这个罪性 pollution 的问题呢 在过去教会历史里面 基本上有三种的看法 但是 这三种看法呢 只有一种 我觉得是合乎圣经的 第一种看法 就是这个 柏拉丘 柏拉丘 Pollegius 那这个柏拉丘 基本上是 第五世纪的 一个英国的 修道士 但是呢 他很有口才 道具去讲 他这个的 无原罪论 他是告取 无原罪 就是整个 我们刚才所讲的 原罪的 这个罪性的 遗传 他否认 他也否认 在亚当里面 被定罪 包括我们的罪 他完全不承认 他基本上是一种 完全是 humanistic humanism 这种 人本主义 人文主义的思想 一人做事 一人当 亚当 我们这个老祖宗 跟我 何有关系 没有任何的关系 所以他完全否认 人罪 否认罪性 所以他觉得 耶稣基督 没有所谓 赎罪的问题 其实耶稣基督 是一个爱的感召 爱的榜样 唤醒我们里面的 一个的意向跟自由 让我们能够 效法基督 做个好人 去爱人 接着你的努力 不能阿们 这是错了 接着我们的努力 可以得救 我们的善行 我们是绝对有能力 做善事 赚取到上天堂的 飞机票 这个飞机票 上天堂的门票 不是耶稣 白白给你的 是你自己努力 有能力 可以选择 效法基督 做好事 做好人 可以得救 否定 有原罪 否定有罪性 这是柏拉旧 的思想 这个思想 在教育历史里面 在 奥古斯帝那个时代 在以赴索的大会 被定为什么 异端的 这种思想 就是不相信原罪 不相信有罪性 那么 之后呢 这种思想呢 还存在 就改了一个名字 叫 半 半 柏拉旧 半 柏拉旧 这种理论呢 基本上 好一点点 承认亚当 罪的污染 我们真的是 有罪性 真的有软弱 但是 这种半 柏拉旧 基本上 还是不承认 有罪疚 亚当的罪 就是他的罪 我们不应该有罪疚 不应该 被定罪 所以只承认 原罪的 影响的一半 的确 因着亚当的罪性 会一代传一代 我们是有罪性 我们是有软弱 那在这种罪性的软弱 这种半 柏拉旧的主义 认为 借着我们 对神的仰望 跟倚靠 跟帮忙 我们可以 借着我们的善行 可以 造作善行的 可以得救 就是说 跟柏拉旧好了一点 就是说 不是完全靠自己 来是要靠神 来行善事 那么 可以靠着你的善行 还是 被神约纳来得救的 也是半柏拉旧的思想 但是奥古斯丁说 不是 我们人一切的意 都像什么 破烂的衣服 我们没有一个人 可以靠着我们 在这个原罪的罪性 罪就 被定罪的里面 可以行出 可以行出任何 被神说 约纳的善 完全不能够靠自己 得救 也没有能力 得救 我们只有犯罪的自由 没有行善的自由 没有真正的善 行那个真正的善的自由 很多的功德善行 假如你是为了自己得救 这个善不善 其实是自私 你是为了做善事 而自己得救 这是真的善吗 是自私 所以没有真正的善 可以行得出来 所以很有意思的 这三方面的 对罪性的看法 对善行的看法 有三个比喻 有人的比喻 柏拉旧对善行的看法 那个善行呢 从柏拉旧的眼中 善行是 gold coin 金币 黄金的金币 现在黄金好贵 值不值钱 这个善行是金币 本身是有价值的 是可以买上天堂的 买一张票可以上天堂的 只要你存这些金币 善行够多 你就可以买一张票 可以上太空船 飞上去的 现在真的有了 已经有人在订票了 这个space shuttle要上去了 去月球走一圈 只要你钱够 现在已经开始卖票了 然后 半波拉旧 从他们的角度来看 善行是像什么呢 像纸币 纸币也值钱 不是他本身值钱 来自神 就是政府 承诺 保证这个纸币 一百 就是纸一百 是因为政府的 最后背后的背书 对不对 所以同样他说 我们的善行 如同纸币 因着有神的 恩典之约的 背书跟应许 所以呢 我们的善行呢 还是值钱的 是被神怨纳的 可以接着你的善行呢 可以得救的 所以善行 还是有价值 但是 是因着神的应许 神的怨纳 这个基本上是天主教的看法 当时 忠实于天主教的看法 但是从奥古斯丁的角度 看我们的善行 我们的善行是什么 废纸一张 完全不值钱的 你连一千万都没有用啊 没有政府承认的 就像当年中国 19年前后 一大项的人民 不是人民币 这个国民政府 那是钱了 不值钱了 不值钱了 完全是废纸了 所以奥古斯丁说 我们的行为 靠自己的行为 我们的善行 在神的眼中 如同泼烂的衣服 根本不可能 接着我们的行为 可以得救 只有接受 耶稣基督的恩典 所以解释 在教会历史里面 对这个罪性跟善行 三种不同的看法 但是很可惜 在整个中世纪 一千多年 天主教采取了第二种的看法 半波拉旧 所以你的善行 你的忏悔礼 你买赦罪券 这些都能够帮助你得救 你的行为是有用的 但是奥古斯丁 是完全的恩典论 我们得救是完全本负恩 也因着信 也不是出于行为 免得有人自夸 所以有人说 其实马丁路德的改教运动 包括加尔文 是恢复奥古斯丁的恩典论 所以假如你要真的了解 整个改教运动力 一定要读奥古斯丁的东西 他写了好多的书 包括预定论 他是最早期讲预定论的 千万不要以为预定论 是加尔文的发明 奥古斯丁早就写了 Predestination 预定论的几本书 所以基本上我们只会介绍 这个马丁路德跟这个加尔文 受阿伍斯丁的影响 好 所以有没有什么的分享跟问题 关于这个 所以对柏拉丘的意思说 每个人犯罪 基本上是伊甸园的债板 你就像亚当一样 是你的自由意志 错误的选择 你可以有自由选择不犯罪 你懂吗 柏拉丘的想法吗 你跟亚当一模一样 没有什么堕落 污染 最开始我们讲到 人吃了分别三恶的果子之后 就是人想做神 自己来判断三恶 那么从神学的观点 我们怎么看 就是当今我们有这种法庭 法官和法律来判断这个善恶 那么人判断三恶是一个罪 那么如果法律来判断三恶 是不是罪 我就想了解一下 怎么从神学观点来看 所以究竟这个律法的权威 在哪里 他的权威 其实你发现 全世界的律法的权威 都是在这个 基本上多多少少都类似十条界面 就是说 人还是在他的道德良性里面 虽然这个道德良性的声音很微弱 但在每一个民族里面 基本上 还是多多少少有这个的所谓的知非知心 这个内在的律法 道德律法 然后不同的民族 就变成不同的法律 其实多多少少都很接近十条界面的 所以其实这个律法的权威 还是源于良性 要的良性 把它写出来 但是最具体的写出来是十条界面 我还想就衍生这个问题 我就想 就是有一些政府 有一些制定一些法律 是与神的道相背的 那么我们从神学的观点来看 就是怎么来看这些 与神的道相背的一些法律 就像某一些国家 就是川普英的聚会 是不是 illegal的 不合法的 所以除了十条界面 这个完整的道德律法 所有国家 他们的道德律法 都不完整的 有些国家觉得多胎合法的 离婚合法的 同性恋合法的 所以不是一个完全的 因为假如不是从圣经 这个界面的权威 推展出来的 都不完全的 所以一些无神论的国家 当然他们有些的 法律 是对抗神的 所以是不完全的 没有一个国家的律法 是完全的 除非 它是一个 真的是回到神里面 以圣经的律法 圣经的精神 成了一个国家的律法 所以彼得就讲得很清楚 他当时就已经面对 罗马政府的这种的 这种不对的律法 所以彼得的原则说 我听从神 不听从人 假如人所定出来的律法 跟神的律法 是有违背的 我们是听从神 所以为什么 初代的教会就受逼迫 现在很多的国家的基督 也是受到这种的逼迫 假如基督听从他 停止聚会 丢掉基督的信仰 那就不会有逼迫 但是除了这个信仰上的 这种的不对 我们不准准其他和服的 道德良知的 一般的共鸣律法 我们还是要遵守的 不能因为一个小点 就把长得政府说的律法 我们都否定它 因为有很多的律法 还是有这个的公平思想 道德律在里面 好 那么我们讲到这个 人类堕落的问题 那为什么我们要花那么多的时间 讲到人类的堕落 因着亚当的堕落 带来人的一种的光景 其实我们是要把 一个人论 把它定义清楚 doctrine of man 今天假如你有一个错误的人论 就好像柏拉丘 错误的人论 否定人罪 这会否定救恩 你懂吗 你的救恩论 就不会正确的 你就很容易就进到 柏拉丘的思想 或者说 半柏拉丘的思想 阿弥陆念神学的思想 因为你觉得 所以人定圣天 你的人论是什么 还是人是完全的败坏 人心比万物的诡诈 人没有办法靠自己 可以明白神 寻求神 光照在黑暗里面 黑暗是不会接受光的 所以什么的人论 会决定 你会 接受什么的 救恩论 所以在我们要特别讨论 这个救恩的次序 还记得改革中的救恩次序 第一步他讲什么 神的拣选 然后才是这个神的话语的呼召 神的话语 神道的呼召 这个圣道 神的话 跟圣灵的工作 在里面有崇尚的圣灵种子 然后再一步一步下去 所以假如 你认为人不是全然败坏 你一定会觉得 是我拣选神 觉得救救的道理最好 我研究了宗教比较学 佛教什么回教 我都研究过了 所以我觉得还是救救最有道理 所以我就决定拣选耶稣 但你发现今天很多的 就算我们基督教内部 多多少少都觉得 是人的自由意志 在那边选择 要不要耶稣 而不是像耶稣所说的 不是你们拣选我 是我拣选了你 如果不是父性的话 没有一个人能够来到耶稣的面前 如果不是圣灵感动 也没有人能够称耶稣基督为主 其实尽管他们不理的 在这种人文科学 人道主义 人本主义的 这种思想的影响之下 特别我们很多是受到 人定圣天 这种原来的唯物思想的话 我们更觉得 是我们人的自由意志 选择的 要信耶稣 所以 你不同的人论 不同的人观 会决定 你对救恩的认识跟解释 那假如你真的认识到 人的堕落 全然败坏 你就会接受 是神 祂主动的 因着祂的拣选 圣灵按照天父的拣选 在神的损民心里面 做感动 光照 有效的复照 把生命的种子 拨在你里面 好像你里面 有这种生命能力 可以接待耶稣 心理上心 口里承认 而得救 所以 假如你 完全承认 人的 传染败坏 你就会 完全地 服下来 不是我拣选耶稣 来是 神 他 拣选了我 那就有个问题了 神的拣选 他是凭什么拣选 有人说 神在 他的心里动工 圣灵在他的心里动工 不在这些人 身上动工 因为神 有不同的拣选 按照神的拣选 但是 究竟神的拣选 是怎么损 按照阿明念的神学 他们说 因为拣选这个字 太明显了 在圣经里面 都是讲 拣选拣选 所以他们就要解释 阿明念的神学说 因为神 神预知 你会伤心 预知 你有好行为 所以神就拣你 圣灵就动工 那么 神预知 某某人 这个都是 章来没有用的 所以 神都不拣他 所以 是否神的拣选 是因着 他的预知 先预知 你的反应 预知 你的中心 所以神才决定 要不要选你 还是 神是 无条件的拣选 而且这个拣选 是在神永恒里面 在他永恒的预知里面 他的Eternal Decree 不是因为神 预先知道能力 他的For Knowledge 不是因为他的预知 才预定 来是他毫无条件的 按照他自己所喜悦的旨意 在创世以前 在基督里面 拣选了我们 所以 我们要了解 神的拣选 一定要从神的 永恒的预知 永恒的计划 所以看看 你们的讲义 我们不能 花太多时间 讲这个永恒的预知 在你们的 今天的讲义 第十五页 看到吗 神永恒的预知 不是我们人的旨意 我们人的选择 来自神家的永恒里面 他的永恒的预知 在基督里面 拣选了这个教会 拣选了他的 要救赎的子民 看到这个 第十五页的永恒预知 所以 神的永恒的预知 救赎的计划 或者整个 对人类历史的计划 宇宙的计划 它是如何定义 就如何成就的 是有效的 所以这个英文是 叫Efficacious 所以我们一同来读 这个经文 诗篇 33篇 11节 这里打错了 耶和华的筹算 永远立定 正言十九章 我们一同来 人心多有计谋 唯有耶和华的筹算 才能立定 以赛亚书 我的筹算 必立定 凡我所喜悦的 我必成就 所以神的预指 他的计划 是有效的 一定会成就 而且更奇妙的 神的预指 跟计划 是全面的 comprehension 包括在他的 整个的国度里面 很多的事情 大大小小 他都会掌管的 所以正言21章 包括一个人的决定 我们一同来 王的心 在耶和华手中 好像隆沟的水 随意流转 然后也包括 一些人看为 好像偶然的事情 他都能够掌管的 正言16章 天放在怀里 定是有耶和华 然后也包括 一个人一生的 生命的过程 约伯记14章 人的日子既然限定 他的月数在你哪里 你也派定他的界限 使他不能越过 然后也包括一个国家 的江界 十字行传十七章 他从一本造出万主的人 住在全地上 并且预先定准 他们的连线和所住的间界 一个国家的兴衰 搏戒 神都在有计划 有预定 马太福音第十章 连一些很琐碎的事情 两个麻雀不是卖一分银子吗 若是你们的父不许 一个也不能掉在地上 然后我们的一生 诗篇139篇 我未成形的体质 你的眼早已看见了 你所定的日子 我尚未度日日 你都写在你的册上 所以千万不要以为 礼节一生只是许多的偶然的机会 而产生的 神都有计划 都写在他的册上 然后信徒的得救 一復所说第一章 神从创立世界以前 在基督里就拣选了我们 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 没有瑕疵 信徒也是神在他的计划里面 那么这个神的永恒的御子 用在我们得救的事情上 就叫做拣选 所以无论从旧约 从圣病纪到新约 我们都看到神有他的拣选 这个拣选是 因着他永恒的御子 表达在救恩的事情上 就是一个的拣选 那么你从新旧约 也看到很多圣徒的圣命 一生都在神的永恒的计划里面 为他的生命 有一个安排跟计划 包括保罗一生的执事 在使徒经约第九章 他得救 马上神就通过亚兰里亚 跟他说 里亚将来在外邦的君王面前 为我做见证 他又成为外邦的使徒 包括彼得在提米里亚海边 耶稣就已经讲到将来 人要把你绑到你不愿意去的地方 已经预言到彼得将来为主寻道 所以我们圣徒的一生许多的事情 其实都在神这个永恒的国度里面 有一个永恒的预制里面 一步一步的成就 所以打开你们的讲义的第十六页 你看到中间漏了几个字 这个大圆圈应该写 神国的预制 把这个神国预制写上去 这是个很重要的观念 你千万不要担心 你的道路跟前途 只要你是神所拣选的 你是个得救的儿女 是神的仆人 神一定为你一生许多的事情 在神的国度里面 有一个预制 有一个计划 可能你这个人 蒙拯救的人 你的学业 你的婚姻 你侍奉的道路 其实大部分 这个圆圈话太大了 应该画这里 大部分很多重要的事情 神都有计划的 你走都走不掉的 只有一些琐碎的事情 神给你用你的智慧去判断 今天中午你要吃饱飞 还要吃饶茶 神都不要预定那些事情 神要给你智慧去判断 今天你去这个地方走哪条路 假如不是贯服神国度的 神都给你自由智慧 但假如神今天是有一个玉子 要让你走哪条路碰到某一个人 你跟着传福音 神就会感动你 神就会掌管 你就明明左转就转错了 转到右边去了 就去到一个地方碰到某一个人 所以很多的事情 神在他的国度里面有预制 今天你坐在这边 也是在神的国度里面的一个计划 否则怎么那么的神学 你不去跑到丰寿里面来 神有他的计划 有他的预制 那包括这些没有得救的人 有些事情神也会掌管他们的 像这个尼布加利萨王 虽然他没有得救 神也是掌管他 透过他成全神的一些 对以色列人归回的一些计划 有些天然的事件 有些也是在神的计划里面的 神就是用某一个地震 像1906年 神就用这个 这个旧金山的大地震 预备了人的心 带来1906年 在南加州的五旬节大复兴 这些天然事件 神都要有时候用的 但不是每一个神都在 有些是自然绿 时候到了就震一震 但有很多时候 神也掌管利用这些自然的世界 也在历史的世界 神也在掌管的 为了要配合在 他的国度的计划预制里面 神都掌管 其他的就是 就是让他在自然律里面 自己的运作 在你的智慧里面去运作 你都不要 很小的事情 今天都在问神 神啊我今天早上要喝咖啡还是喝茶 那这个烦死了 你是个笨蛋吗 神给你智慧 OK 神给你taste 给你的喜好 你就可以很自由地去用你的自由 懂吗 但是这些国度的事情 婚姻的事情 你就要问神了 神啊我要去哪里侍奉 我要不要把这个时间 用在节里 神都有他的计划 千万不要走错 否则你就咬在旷野里面 走不出来 好 所以解释我们从神永恒的玉子 来看这个拣选的问题 因为在救恩上面就是神的拣选 因为诗篇说 救恩是属服什么 耶和华的 救恩不是我们有的 是神 他的设计 他的事与 给我们的 他要怜悯谁 就怜悯谁 要恩待谁 就恩待谁 好 我们时间已经过了几分钟了 我们等一下有精彩的 这个